國軍先前因為槍支遺失 讓國防部長邱國鎮震怒 才過沒多久 警方22號在搜索桃園歸山一處透天措施 竟然發現迫擊炮 穿甲彈 以及一把國造T65K2步槍 與各式子彈 這把T65K2步槍 尋號422-064 依據了解軍備局 兩棟武廠生產每把K65K2步槍 都擁有專屬的六碼流水號 而且機身上的保險開關 其實都是以英文和數字表示 與警方起初的槍之上 都是以中文顯示不同 真槍以S代表官保險 E3和A分別代表單發 三發 點放 與全自動射擊三種模式 應該是屬於一個模型槍 因為真槍有使用的狀況 所以它槍身跟槍管的部分 不可能這麼新 不只槍心 槍上的開關保險 也出現明顯錯誤引發網友熱議 有人認為這槍 不像是軍營裡實際使用過的槍 還批評警方軍械庫裡 也有這型號的槍 打靶也打過 難道警察是在睡嗎 真的槍會流入黑幫的話 應該照常理講 他們都會把槍身的這個編號給磨掉 而且會打磨得非常深 避免留下這金屬的這個痕跡被還原 而這把T-65 K-2步槍 是軍人遊民轉兵的過程當中 接觸的第一款槍支 曾經是國軍主力步槍 從民國76年開始生產 目前已經退居二線 由國軍新訓單位或後備率使用 總生產量不超過30萬支 2020年國軍還有65,057把 軍方清查後發現這屬於嘉義 新訓單位兩五管屢 但這真槍還在 沒有被調包 只是彈藥部分 是不是從國軍單位流出 國防部和警方 只能進一步追查釐清